台风也重创南部香蕉 盛产香蕉的云林县金铜香蕉躲过了这一次台风 目前产地批发价比去年上涨了一倍之多 不过胶农开心不起来 除了担心有人偷香蕉之外 他们更怕太贵会让消费者买不下手 一大早香蕉农民就夏天采收 小心翼翼爆起香蕉 就是怕去撞到有所迈向 因为受到这次台风影响 南部许多香蕉原农属严重 根本无法收成香蕉 导致现在香蕉量少价洋 每公斤涨到四十五元 比去年同期价格高出一倍 南部许多香蕉就说 前两年刺铜香蕉 因为台风损失惨重 这次虽然不受台风影响 价格又比之前还要好 最近瞒着出货到合作社 准备送到南部 但却也担心小偷半夜来偷窃香蕉 许多蛟龙半夜轮流到田里巡逻 这是怕一年的辛苦都白费 云林四同果菜生产合作社人员表示 当地之前每天收成三到四公顿的香蕉 但收到南部香蕉产地无法供应 这几天每天都收成将近十公顿 但虽然现在的价格好 农民却担心这样的高价 消费者买不下手 对农民来说优喜参半 记者我上次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